说一说离日宜 因为我大概是三个星期前 我是第一次在这里说 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问题 离日宜是哪里来的 当时我发觉这个国家不太妥 因为它太重要了 什么重要呢? 就是它生产油炕 今次是哪个油字 是可以做核弹的 而这些油炕出来了 就是供应了法国的核电厂 三分之一的供应 而且那个价钱是很便宜的 还有它开矿方面 那些公司也是被法国垄断 虽然离日宜已经从法国独立 就是1949年的事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七十多年 原来法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 还在剥削当地的油炕生产 为什么要说剥削?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你开采的公司 贸易有矿的公司 就是某个有贸易的公司 都是法国的 接着 卖一些油给法国 也是平价的 那你就在剥削当地 所以为什么离日宜 还这么穷呢? 为什么要反对你呢? 为什么要反你法国呢?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今次的军事政变 好了 最新的发展 就是大概三个礼拜前 就是军事政变 军人政府拿了控制权 总统被软禁了 好了 现在就过了三个礼拜 大概一个礼拜前 当时最新的发展 就是说 大概 美国和法国都有机会出兵 那现在 当时是说 应该会派 比如美军 可能是一千松一点 法国有一千松一点 另外 西非联军 大概有一万二千人 加上都是一万多人 但是本身 来日宜的正规军 就是兵力 其实大概是由军政府直接拥有的 都是只有两千人左右 那再 那你会想 如果真的 美国出兵 法国出兵 加上西非联军 一万二人 对你来日宜 政府军控制的二千人 灼灼有余 一定能打得赢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不要再这么早去看这图 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那个问题就是说 就算你派一万三四个军 就是总共一万四人 当你一万四人 就当你一万四人 他就来日宜打 打你来日宜二千 那是不是够打呢 未必 因为最大问题是什么 雅格纳 俄罗斯的雅格纳集团 和非洲很多国家都签署了军事协议 防务协议 也包括来日宜 和他旁边的马里 和布基纳法索 马里和布基纳法索都说明 会支持 李日宜 跟着雅格纳又说要支持的话 雅格纳没有说支持 但是雅格纳呢 被视为必然会插手的 一个集团 那就不只是李日宜那两千军人了 因为马里又有人来嘛 布基纳法索也有嘛 你随时就每个地方不用多 每个地方整三千 那就九千了 九千加上李日宜 本来两千是万一 万一就够你砌了 如果你美国法国 西非联军加上都是万四 就是这样分析了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星期前说的东西 好了 最新是什么呢 好了 现在可以看看马克龙 最新 马克龙就跟 法国大使馆 就是当地的法国大使馆的人 人员就讲演说 那他讲什么呢 为什么要演说呢 因为现在李日宜要趕走法国和美国大使馆的人 限制他们短期内离开李日宜 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强调了 法国对李日宜的新军人政府统治是不满意 希望旧的总统可以复职 所以马克龙就要求法国的大使 继续留在李日宜 其实如果我是法国的大使 都是脚子远啊 喂 你法国总统叫我 你不要回法国了 你继续留在李日宜 那接着就是 我留在李日宜 那你法国是不是真的派兵过来呢 好了 就算你法国真的派兵过来 喂 你美国是不是都派兵过来呢 西非联军是不是都派兵过来呢 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 美国好像上属沙 好了 先看看马克龙想说什么 和法国大使他们 他说现在西方扮演 突出角色的世界秩序 越来越受到质疑 国际背景变得更复杂 而且隐藏着西方被削弱 尤其是欧洲被削弱的风险 既不要家长作风 也不要软弱 否则我们将不再存在于任何地方 马克龙感叹到了 喂 死了 现在国际情况 完全在改变 我们以前二民二武 霸权主义 殖民地主义 二民二武 现在不是很对路 很多地方反我们 现在西方特别是欧洲被削弱 大家都知道欧洲更加惨 你可以说是惨 他们说是惨 欧洲被削弱 没有了家长作风 如果法国是继续软弱 今次不出兵 没有定期了 我们将不再存在任何地方 事实上你是根本不应该存在其他国家的地方 是吧 你法国军队 法国人就去回自己法国 为什么你要去非洲 80年前 90年前 为什么你要去非洲西非 抢却 或者是剥削当地的 抢却当地之源 剥削当地的人 要建立殖民地 现在陆陆续续是 给回人 给回个独立权人 应该 所以你不立足于 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是对的 好了 马一龙就 讽刺拜登 他就暗暗地指责美国 他说美国告诉我们 应该放任 离日以 那个旧总统 让他跨台 才是正确的政策 因为这个政策 就符合流行的趋势 如果 听马一龙这样说的话 真是说 拜登肅沙 一个星期前 美国说派一千个军人过去 法国又派一千个 接着去打这场仗 最新消息就是 法国是会派 但是美国想缩沙 如果是这样的话 法国够不够胆派呢 如果美国不帮忙 因为这次 其实离日以不漏 美国在那里的利益 就是一个军事基地 一个是无人机的军事基地 就算是新的离日以政府 如果跟美国说好 不要紧了 我不会搞你的了 你只是给我的无人机 那个基地而已 都是一个地方 很小的地方 只有一千人在那里驻军 我不搞你了 美国 所以离日以如果有新的军人 政府 未必对美国有太大影响 但是 最大影响是什么 法国 现在说明了 离日以新政府 根本就是 一路都 就算是旧政府也好 一路都跟中国在谈 如何去开发油矿 如果你中国的公司进来开发油矿 那你法国公司的利益肯定被蚕食 是不是 开了油 第一 未必再卖给你 未必再便宜价 卖给你法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喂 法国的利益 很大影响 即是离日以不再便宜价 卖油给法国 而是跟中国去开采 大量去开采油矿 那这个就对法国利益有影响 所以 为什么法国是很想出兵 那现在你看到的形势 如果美国缩沙 法国继续去马 不知道够不够胆 你都要计算数 你打不打就赢 首先 那些西非联军 你说派万二人去 够不够砌 那你要计算数 现在只剩西非联军加法国 够不够这个 马里 布基纳法索 瓦加纳集团 加上尼日以本身军方政府 四方面的实力 不是那么随便可以开一个新的战线 开一个新战线 就是等于在乌克兰 就是等于在非洲 整一个乌克兰 将尼日以变了非洲的乌克兰 这也是一个很慎重的军事行动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法国很头痛 如果你出不出兵 不出兵 那些油炕就没有了 随致 出兵的话 现在美国佬就缩沙 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形势就交着 但是很明显 看到一个新的发展 一个趋势 正如 如果拜登真的跟马伦说了 说 有他 政变就是政变 潮流 趋势 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呢 拜登 其实大家都联想到阿富汗 就是一个美国的大型运输机 仓冲地将美军和他的家属 撤离阿富汗的情景 一个尴尬 非常尴尬的情景 这张照片 大家常常会重提出来 也会重提 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这架机 要撤走美军和美军的家属 而赖下 阿富汗的人员 曾经服侍过美军的阿富汗人 美国拒绝带走 当一架飞机起飞 没多久 就有些阿富汗人 就是有些阿富汗人 之前爬了上架机 就在一架飞机上 跌了下来 这个情景 可以说是全世界都见到的 也相当欲酸 美国去入侵阿富汗 当地招揽了很多 一个傀儡政府的人员 很多阿富汗人 帮他做过事情 但当他真的走的时候 他就不理会这些阿富汗人的死活 但这些阿富汗人 其实你想也想到什么 后果 当塔利班来到 统治的时候 这些曾经帮美国政府 做事的阿富汗人 他就能死 真是死 不是说笑 走也走不了 当然 美国当然不肯带他走 好了 美国似乎已经失去了 轻易动用武力干涉的勇气 这似乎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正如马克龙嘲讽拜登 如果真是美国放弃了这些干预政策 对世界一定是好事 但另一方面 就是更多国家 就不会听你美国之敌了 你都不敢再出兵了 现在已经 可能是 没有水 第一没有钱 第二根本是你没有那么多资源 哪有那么多钱去建造 更加那么多飞机和船 去全世界去800人的地方 去全世界侵略 对吧 所以现在似乎 除了美国计算数 不敢乱出兵之余 都会计算自己的价值 即是出兵的价值 如果这次来日以 如果美国出兵计算数 没什么好处 我根本之前也没什么好处 只要来日以新政府继续容许我 设立那个无人机的基地 继续在那里用 那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出兵呢 那新旧政府都一样了 所以计算数 似乎 似乎 美国是不会出兵的 所以这次 搞到法国相当尴尬 那我们尽管再看 其实再看一两个星期就知道了 随时 一两个星期之后 法国都不敢出兵 我就这么想 我希望是这样 到时 新的军政府真的会上场了 到时法国就会头痛了 它需要密室新的地方 去买它的油矿 供应它的核子 就是核能发电的发电厂 另外 如果在其他地方买油矿 它也会预计要给更加贵的价钱 那也是计算数 就是你计算数 比如说法国真的出兵 我要用多少军队 我赢面大不大 要多少钱 如果赢面也不大 出来干什么呢 没办法 走 唯有去另一个地方买 买一些贵的油矿 我相信这个时态发展 有机会是这样的 好了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就说说 原来 中国真的每年都有很多 类似的交易会 或者一些贸易的展览等等 其实呢 一直都是在经贸方面 一直都在发展 一直都在做 做得挺好的 最近有一个叫做 2023年 服贸会 什么叫服贸会 服是谁呢 服装的服 贸易的贸 大家就想一下 哦 服装贸易会 有什么重要呢 服装而已 喏 十个有九个 一看 服贸会 就会说 服装贸易会 没有什么特别 不是服装 服是服务 服务是服务 服务是服务 这就很重要了 是吧 我们现在公布PMI 製造业PMI 製造业PMI non-manufacturing 就是服务业PMI 就是服务业PMI 就是说 製造业和服务业 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于经济 所以这样的服务会 服务贸易会 非常重要 2023年刚刚在北京举行 9月2日至6日 其实今天才是闭幕 闭幕 闭幕 我们看看 这个服务会究竟是什么 首先看看会场 你看到 布置得很漂亮 这个是会场的外面 那个服务会的简写就是 CIFTIS CIFTIS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in Services 2012年开始创办 中国创办 当然 今天是在北京举行的 就连年都举行的了 就今年 现在是举行当中 今天就闭幕了 我们看看现场 有些美女记者在採访了 我们看到 这个 当然是有机械人服侍他 他在那里走的时候 这个机械人是跟着他 跟着他走的 是吸引了全世界 2,400个企业 去到北京 你想想 2,400个 那个展览场馆 的场地是15万平方米 其实是很大地方 也是很大型的 服务贸易的一个会 大家想到 那是什么呢 其实你想到 服务 任何和服务有关系 都会在这个会里出现 为什么 所以是高达2,400个企业 去参加 来自196个地区或者国家 那就自2012年创办以来 一共已经吸引了 六十几万个商家去参展 六十几万 很夸张 就是过去那十 就是那十一年 吸引了六十几万的商家去参展 就是来自五湖四海 那今次呢 就有2,400个企业参展 那就是 如果世界五百强的国家 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当然有很多 另外呢 就每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 也有很多 就是说是几百个 那就是 那就是 展览的 有两个场地 所以 今次也很大型 那我马上很快看看 那些 有几幅图给大家看看 我们看到 看到场馆里面 有一个 沿通速递 好了 那这辆车在远处 驶过来 停下了 哦 原来呢 是什么来的呢 它就是一个 无人驾驶的速递车 那这个女主持 就在车上 上面呢 就拿了 这个是 油包 那这个就是 可能就是将来的 无人背送 这个服务呢 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了 那这个就是 其中的一个展览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服务了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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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呢 在9月2日开幕的时候呢 就是发言 那讲几点的 这个服务会的几点是什么呢 那 那习主席就说 将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 发展环境 扩大面就向全世界的高标准 自由贸易区网络 那就是 扩大电讯 旅游 法律 职业考试等等服务 就是 会在这个展览场地上是看到的 2400多个企业 那当中4天呢 即23456是5天 应该说23456是5天 5天有200多个教育会开的 那另外 还有两个重点就是 将拉紧护理共赢合作 扭带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路径 这个也是 中国贸易的一个路向 最后一点 将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也都主动扩大优质服务出口 鼓励扩大知识物集型服务出口 以中国大市场机遇 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以高质量发展 为全世界提供更多更好中国服务 增强世界人民 获得救 大致上是这样 其实 中国一直一直都在 都没有停过发展我们的经济 而且不断搞一些类似的 大型的展览会 或者讲述会 一直都在做 没什么人提及 这个服务贸易会 但原来已经搞了11年 今次第11年 也是相当大型的 2,400多个企业 其实也很重要 除了服务会 原来中国还有三个很大的 类似的交易会 或者贸易会 是每年都举行 包括 广州的交易会 包括 进博会 和 萧博会 四大的交易会 中国是四个相当重要的 是视为四大国家级展会 这个服务会 也是其中一个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 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 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十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 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力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